我们有一个心愿 公共文化空间为什么不可以 变得很时尚 内容很丰富 为什么不可以让年轻人走进来 为什么我们的公共文化中心 不可以有品牌 我们可以改变这一切 北京是一座非常有魅力的城市 也是一座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城市 公共文化空间是一个城市 它给我们打造的文化剧场 美后四十锦山街道文化中心 2020年的9月22号开馆 外国朋友说 我们以前一直以为 中国老百姓的文化生活 就是跳广场舞 但是他们来到美后四十 让他们很惊叹 我们已经在北京中心中心 我的天啊 它会变得很有趣 我看到大家一起来 有家人在一起 在一起 三倍六十五天的开放 早九到晚九 全年1098场的免费活动 四百多场的彩排 还有N多 延伸类服务 融花与融华是谐音 戴融花亦是融华不贵 特别欢迎朋友们来 我们美后四十过节 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 节日很多的四合院 四合院的戏剧节 有六场戏剧的演出 还有这个素人的戏剧体验 包括人艺啊 耳艺啊 等等这样的机构 一起把丰富多彩的戏剧的表现形式 呈现给我们的视频朋友 在美后四十年 我们打造的是一个 北京最欢迎的四合院 可以遇到跟你同频共振的人 不管你是到了五十六十 甚至是七十八十 在我们眼里 你都是那个纯真的孩子 希望能够永保同心的快乐生活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自己做月饼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分手看那些月饼有灰色的 听到一说这个是巧克力做的 我打算回家教爸爸妈妈 还有爷奶奶做这个月饼 我们建立了一个资源体系 有一百多家的合作机构 将近五百位的文化讲师 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 影像北京之中古楼 空间因人而生动 空间因内容而生动 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度过一天的时间 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我们想打造一个全民美丽的基地 从名字的设计 我们就很花心思 恰恰我们这个地方坐落于 美术馆后街四十号 入市三百六十五天开放 我们给它的寓意就是 四季更迭 四十根心 美好永不间断 生活这么美好 来美后四十 进行的去看到美 感受美 感受美好小节耶 优优独播剧场—— lire